看王司徒 接 书登国 杀 钱就要多少有多少 一天改命 美哉美哉 一个人去地牢天荒吧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弟兄们 我们的机会来了 就这样吧 看我的厉害 博士大计 圣诗比仙 大象很厉害吧 大象很厉害吧 相兵们 踏碎中原大地吧 这夏天ивет 这次赢兴 新验 小梅 这次赢兴 吉原大地 请编续我吧 卧龙 好舒服啊 卧龙 这炙热的鲜血 卧龙 你可感觉得到 来吧 卧龙 奉处 有辱福寿 正好 大家好 欢迎来收看这一期的 小鸡客串试图解说张会杀 好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今天我们第一把的视频 第一把感谢这位 这位名叫 八云流火 45区万剑奇发区 的玩家来搞 首先我们看一下主视角 主视角这边有三个属将和一个周瑜 我们来看看他最后选择了什么 好主视角最后这里是选择了一个诸葛亮加马超 可能他的国战经验是相当之丰富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武将 那一般我们会抓一只周瑜 选择周瑜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帅 蛤 猫 猫个谁 我们选择周瑜的原因呢 是在于他帅 作为男性玩家来说的话 帅很多时候是好的游戏体验的先决条件 长得帅玩得舒服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主视角这边没有抓周瑜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选将思路 和我之所以说他国家经验丰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周瑜在这几个强强中跟干夫人和马超 他就根本不怎么认识 如果我们强行让两个不认识的武将摆到一块的话 就会显得很尴尬 就像我们在社会上社交交友一样 两个不认识的人碰到一块 哪免会尴尬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 主视角呢就没有选择了周瑜 那更不要说周瑜搭配老诸葛了 他俩就一对仇人 依照演绎的进程 之后就可能会变成单诸葛 那就自降自已五样强度了 所以呢 这边从选将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能看出主视角是非常深安人情的事故 他直接把这个周瑜给扔掉了 他剩下的三个将的强度里面呢 老诸葛的强度是首屈一指的 在搭配马超和干夫人的抉择中呢 他最后又是选择了马超 那这时候有人就会说 你这个老诸葛加上这个干夫人有回血有空牌 单挑挺厉害的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 干夫人是他刘老板的女人 其实他赶上就能上呢 我这里呢 就为他内心的这一份正值点一个赞 我们就从这个选将方面呢 就可以看出他这个 虽然人情事故这一点 那很多玩家就是说 他玩国战呢 他就会说 我老是判断不了身份 我独挑我也不会看 那怎么办 我又想知道对面是什么身份 来分析局势吧 但其实我这里教你一个方法 你只要合理的对玩家的ID进行分析 那场上的局势就一下子了然了 比如说这一把 我们主视角的下架 我们的这个 四号位 四号位 四号位的ID gay里gay器 他就是藏了一个gay书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给他标成一个无将 那五号位呢 他是一个卫将 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卫将呢 他的ID 藏 银师 藏 他对应的是曹批的行商 银师对应的是曹执的酒师 所以这里我们给他标一个卫将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六号位 的ID叫做刺客V联盟 那就是鲁术加一个刺客 我猜可能是一个鲁术搭配 攀章码中的一个组合 攀章码中他架了一个按键嘛 我们给他标一个无将 因为七号位的身份很不好说 再看到这边这个八号位 八号位的话 他就是一个点威搭配一个三血的一个卫国 三刀之内取你小妹了 然后一号和二号呢 我们不能得到一些有恩的消息 好 我们来看看十创中是不是又是这么一回事呢 难码入 rocky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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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他被缺陷的死我喷没有清了 全都去死吧 以我之真气和听地之奏话 到了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这里的ID身份判断法呢 也是有他的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所在的 在这一局来说呢 其实他又没有非常准确 他这边呢 两个一个标了吴国的和一个标了卫国的 结果两个都变成群雄了 对吧 这个标了卫的也是一个群雄 那这里呢 就可能就展现了一个这个ID身份判断法的一个弊端 在这一局体现就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 他的这么一个准确性 气劲了 我就是竟然在那里面的地下 要不然我什么时候也没有 我能够对自己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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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絕不會倒下 黃天 也死了 晚今夜天下 知天下大事 元宵祝舊 順手牽揚 雷沙 被看出了嗎 二十年後 以義帶了又是一條 樂不思索 這把主要是想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大嘴和甲魚 頂著這個騰甲射箭的一個坑點 希望大家不要以此為戒 不要像他那樣犯光 其實我也希望大家學習一下主事角這種為人處事的方式 選項 避免尷尬 避免抽敵 避免BOSS的女人 最後一發萬箭拿到勝利 實至名歸 好 好 那我們來到第二把 第二把 感謝這位ID名叫吳永霞的玩家投稿啊 這邊選將都是不錯的 具體怎麼去選將以及ID判斷身份的話 在第一集我們已經詳細的說過了 那我們也不細說了 來看看我們第二把的主事角是怎麼選擇的吧 好 主事角這邊選擇了一個香香黃蓋 那我們這個香香黃蓋的話 在上一期的小雞三國沙中 這個香香跟這個Gay叔他就手滑了 他並沒有真正展現這個組合的實力啊 那於是我們今天的這位主角 他就要給我們來進行一場 華麗的排局表演 請開始你的表演 誒 怎麼 沒個方子 我回放過程 靜止聊天 好吧 好 这边有人借了他的这个冠师傅 然后箱箱就跳出 这边人的传入侵 大丈夫 何军消灭 我最难受 我的是我的 众将死战飞舞之功 无中生有 杀 这个邓奈的这个台词很硬 他就是军不知臣 臣不知君 知道你我就不会杀你了 杀 前程往事 没再提起 杀 爱兵独子 胜乃可全 标筹行迹 王中杀了一下曹丕 然后曹丕翻了一下队友 这边主持角说这个曹丕翻队友 他在这里标注是一个坑点 可是我不这么觉得 你想曹丕他是怎么一个人 残忍 如果一位君主不能心狠手了 那怎么成大事 他这里直接翻面队友 就是在表现自己 想成就一番大业的决心 我连自己人都敢翻 怎么就不敢翻你们 你再打我我就跟你不客气 向外界传递这么一个信号 我认为这是一个杀鸡尽喉的好招 净显君主风范 你一句代表 此火可助我君大获全胜 请便吃我吧 但是 看这里 曹皮和这个司马懿的对话 有吗 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就看不懂 是不是 那这里的话 他的全称是 曹皮在问这个司马懿 你有病吗 司马懿回答说 有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 因为我觉得 两个脑子没病的人 就不会通牌 只有脑子有病的人 才会打嘴牌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远见见 又把司马懿给搬了过来 但这时为时一晚 想想这边一波属性家 解锁传导 解决了这两个 同牌的精神病患者 三个人 两边 两边 再次不辞 傅君身体要紧 过功 雕如醒技 过功 你的计谋被识破 吃我吧 倒火攻击再次不辞 一一二一 靠我厉害 哼 过河山脚 太极生长 两一生四象 小生光 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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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请便吃我吧 攻击 你可识得此阵 好不厉害 今天两处就要救 到我 再做不吞 请便吃我把我 最后 诸葛举白旗 主持角这边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一把的看点 主要是看曹丕的君主风范 心狠手辣 但是最后 他没有成大叶的原因 还得归咎于他的臭毛病 他的口太臭 他问了队友不该问的问题 直接受到了发牌员的谴责 最后失去了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这边的主持角 发挥还是很不错的 打出了香香跟Gay叔 应该有的风采 一雪上一次 视频的这个耻辱 很漂亮 那么这一期的小鸡三国茶就到这里了 关注王司徒三国茶 我不定时来客船一起 那我们下次有缘 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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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